《4X 》 即將於 21 日推出 讓人像中毒般持續不斷下一個回合的 4X 經典作品 《文明帝國 6》 最近釋出了媒體試玩版 讓人搶先一睹遊戲中眾多的嶄新設計 首先就是城市發展加入了區域的設計 這次的建築會依照功能的不同 而存在於各個不同的區域之中 像是軍事用途的兵營、兵工廠 軍事學院等等就是建立在營地區域中 其他還有學院、聖地和機場等等眾多不同公用的區域 讓城市的發展更加的多元 而這次的文化發展也擁有獨立的試鎮術 和科技術最大的不同 就是可以發展出更多的政策和政體 像是獨裁統治和古典共和等不同的政體 提供了不同的政策槽位 讓玩家可以搭配軍事、外交、經濟等政策來使用 另外文明之外的城邦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玩家要利用政體和政策獲得的影響力來生產使者 再派遣到各個城邦中獲得支持 藉此獲得金幣、信仰、文化等不同的加成效果喔 除了這些重大的轉變之外 在科技以及戰鬥方面也有許多的改良 並且還支援中文及中文語音 讓人廢寢望時的魔力又更上一層樓囉